终于国父和中国国民党 反对专制 反对集权 可以说又老一生的写照 我觉得他是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伟人 余佑任的这个草书 就突破了明清以来的成就 我称他是两岸苏坛的共主 佑老是公认了民国以来的一代朝圣 我们只要想到余任 大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那一身长袍 然后他的那一座符子 很长的这个白胡子 非常的好看 非常好看 据说有人问他 说您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的符子是放在棉被上 还是放在棉被里面 这一席问题就让余佑老 晚上整个晚上就彻夜难眠 然后有人就问余忠令先生 他最晓得是说有没有这回事 那余忠令先生他答 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 但是我爸爸的胡子是每天晚上 睡觉的时候他是打一个结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去解开了那个胡子 然后用热水来洗脸 余佑任先生名博寻 晚年号太平老人 1879年于陕西三远出生 身经战乱动荡的大时代 亲历开国建国的大事业 一生公鸡标饼 他是政治家 教育家 诗人与暴人 更是三百年来首屈一指的书法家 他在一张党国大佬宴会的旧照片背后 提写一首诗 不幸青春换不回 不容亲史尽成灰 低回海上成功宴 万里江山酒一杯 磅礴的气势与壮阔的美感 显现他在诗文与书法上 卓绝的造诣 和新系国士老当义壮的人格特质 他出生在陕西三远 一个很穷苦的地方 他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有办法读书 放养 所以自称牧羊儿 他有一本自传 就是牧羊人自传 以后一路上去到日本留学了 但是他的兴趣事实上是在办包子 他在清末在上海办了好几家包子 同时还办了一个学校 现在大陆上上海最有名的大学 排行第一的福旦大学 当初在满清末年 叫福旦公学 公共的学校 我一生的嗜好 除了革命之外 只有好读书 这是余佑任的志向 处身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 年轻的他 即以创办报社来批评旧社会 以新建学校来教育新观念 大力鼓吹反清富汗的思想言论 婴儿被清廷通弃 之后辗转流亡到日本 余佑老他到日本去就追随国父 那对于国父他是非常的憧憬 革命以后回到陕西 他创办了一个晋国军 他自己做总司令 对付什么呢 对付袁世凯的窃国 而且要称帝 那么他把陕西一带 这个拒绝袁世凯 所以这一位老人家 爱国 忠于国父和忠于